哈喽哈喽,我是嘟嘟威 今天来做一本手机造型的变迁本 封面有一些解压按键 还可以自由更改图片 这里每一张变迁都是可以重复使用的 12厘米乘6.5厘米的卡纸 上面留出一个1厘米乘1厘米的方形 在标记手机屏幕和按键的位置 每一格尖字都是5毫米 屏幕的部分抠掉,只留下一个边框 然后涂上颜色,画出手机外观 小海棉切出长度1.5厘米,宽度1厘米,高度5毫米的方块 再将小方块粘贴在按键的位置 贴上同样大小的数字 10厘米乘6.5厘米的胶片对折 粘贴左右两条边,制作一个小袋子 我们将其中一边剪出一个小口子 便于抽取照片 再将口袋粘贴在屏幕的位置 这就是变迁板的封面部分 裁剪平样大小的卡纸,画出一些变迁 如果想要重复使用变迁的话 就在变迁上贴上透明胶 用油性笔来写字就没那么容易擦掉 然后喷上一点酒精就很容易擦下来 所有的变迁贴好后,在最上面的小方块上戳孔 回形针掰直绕成一个小铁环 没有回形针可以用口罩的鼻梁条 将变迁本固定在一起就完成了